Odia Jungle Odia Jungle 人妖梯,中国发现了一座金矿,几金矿卖长达500里让人眼红,各国都来争抢,大家是否还记得? 08年年初中央一套曾播出了一部,堪称年度最佳的良心电视剧《闯关东》,抛开着不连续剧强大的演员阵容,以及演员们出色的演技不谈,单单是剧情设置就已经远远超出其他大部分过场剧,该剧的剧情可谓精彩至极,节奏口人新鲜,游记的当时每天吃过晚饭后,一家老小围坐在电视机旁追剧, 家中长辈也常常会借此机会谈起当年从关里一路闯荡到东北定居的往事 故事前期朱开山在老金戈淘金这一段本人认为是亮点中的亮点 这段故事不但突出了朱开山的意气和头脑,在斗志斗涌后得到的金子,也为今后周氏家族积累了家底 那么,剧中出现的老金戈,究竟是现实中的何处?如今还有没有人在此处发财呢? 依照连续剧中的故事背景,朱开山将家业安置在了黑龙江元宝镇 那么,老金戈自然也在东三省内,在772赶来东北时,又恰复日俄战乱 可以推测出时间,应该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 历史上,赶年黑龙江顺至整个东北规模最大的金矿,全部集中在墨河 而墨河金矿又被称作老沟金矿 就此,可到达推断,老金戈就在墨河,处以三千里江山,金子乡边住,称的黑龙江沿岸 是我国著名的沙金矿区之一 19世纪末,居住在嘉燕河畔的鄂伦春不仁,在观音山太平购附近发现了金矿,房间传言 老金戈这座金矿里出产的金子,曾给此起换过胭脂 所以,明洁又称该金矿来腌制沟金矿 当时,老沟金矿被发现后,俄国人趁着清朝政府管理不当趁乱进入 用短短两年的时间,被爆开采了二十万两黄金有余 幸亏当地将军公堂上报政府 朝廷就才下令在此处正式开始矿场 然而,开矿尖南,墨河地处北端,远离国家中心 在地理位置上,反而更加接近俄国 所以,若要开社矿场,必须屈足住家的墨河地俄国人 然而,清朝正与越南和法国开战 根本分兵法术,无法顾及此处 此为原因之一 另外,还有一重要原因 在当时腐朽的清朝政府国库中 根本就没有资金去开发墨河金矿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开趟考察 居然,发现墨河金矿矿卖长达五百里 并且,河中都存在大量金沙 这下清正佛再也无法搁置此事 立即筹备借款,使得墨河金矿终于开工 该工程号自白银二十万两 可以说是当时罕见的巨大工程 1887年,由李鸿章推荐,李金用松吉林被调往黑龙江 筹剪墨河金矿 从此,他把一生的心血全部献给了这片北极之地 后人称,他为黄金之路披露人 1887年4月,李金用率人沿着厄伦春园狩猎的羊长小岛 清早时差达五个月之久 他给上司所打的报告,勾勒出了墨河的自然状况 地理北极,沿东泽雪高银杖,买死人江 下丘多重,塞尔银笔,起居腐蚀 无一不难,无一不苦,此非危言耸轻 然而,李金用并未气馁 他直接求见李鸿章 想禀墨河金矿裁办戏情 得到李鸿章的赞许 随即变到烟台,平度,上海等地筹集商股 购买机器 1888年10月抵达墨河创办墨河金矿 矿路局正式成立 设了三个金厂 墨河金厂 汽钱河金厂 洛骨河金厂 毕竟用精心创业 整顿矿物 悉心处理与俄方的交涉事宜 收复了为俄方占据的金矿 在小北购加强操练军队,1889年1月开工生产 负责管李金矿的官员李金庸 在苦苦经营了一年 金从矿卖支流开采 便获得黄金2万多两 随后一年 李金庸积劳成吉 不幸过世 金矿变换人接管 但是 产出量仍然十分可观 每年金矿开采的利润 被分成二十分 六分作为当地军小 十分还给当时给朝廷接款的商人 其余四分就作为红利分给运作金矿的官员 金矿利润丰厚 难免会遭到对岸俄国匪内的红颜 1900年 八国联军进京之际 漠河以北的俄国人趁机跃进 突然袭击了老沟金矿 抢劫黄金 破坏设施 自此 清政府逐渐丧失对金矿的掌控能力 如此背景下 便有了连续距离 朱开山昏进金矿的故事 金矿环境复杂 从影视作品中便可窥为一二 众所周知 在跨上卖苦力的大度为男性工人 生活中难免阳气过剩 多余的精力无从发泄 群性惹是知识多有发生 针对这种现象 老沟金矿从中 郁 潮 鹅招募了一大批妓女 其作用无需多言 也有人说 老沟金矿被称为烟制狗 这一点故与此喜爱后并无关联 而与这些妓女有关 金矿环境恶劣 大多数妓女最终都因各种原因埋葬于此 日本电影妄想表现了这一事实 终于烧剑起色 然而 又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沦陷 被抢走黄金十万有余 幸而新中国营的抗战 1989年 莫和金矿受到国家重视 从整人力物力和力开采 妥善业营一年 就开采了四百多万辆黄金 自此 金矿终于走下正轨 延续至今 老沟金矿 无论在影视作品中还是现实里 都是一座具有传奇色彩的陶金圣地 也为我们留下珍惜的贵金属资 缘和丰富的历史信息 史学的魅力恰似陶金 历经千万万险 陶金玉米沙石 最终筛的真金 参考资料 中国当案精脆黑龙将军 小型阿林西路老金沟 腌住沟里面的